唐太宗李世民老牛吃嫩桃,武则天14岁便进攻成为李世民的才人,就是陪李世民暖床睡觉,披月奏肘打斗斗,从14岁朦胧少女到26岁成熟少妇, 把12年最美好的少女青春给了当时已经年仅50岁的白老头子李世民,就这样武则天还不满足,竟然趁老公李世民病重期间,和李世民的儿子李志搞起了不清不楚的关系,其实武则天的一生都可以说是神奇的人生,所以说武则天也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,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 在李世的帮助下,成功登上了皇位,从此就一手遮天,万人之上,而且自己的儿子又不行,武则天当然选择当一把皇上顾过瘾,那么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最后武则天并没有把自己的权利传给自己的家族,反而又重新还给了李家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第一,当时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,把家里的两个哥哥都提拔了上来,但是这两个哥哥多半是扶不起来的阿斗,没多久就被武则天赶出京城,后来也就死了,后来也提拔过不少武士家族,但多半是提不来的,虽然在弄权方面还可以,但治长朝政的能力确实不足。 第二,武则天知道这个皇位来之不易,在当时的古代重男精女的思想,也是比较严重的,其次,因为历史上没有过女皇,他也不顾得大臣,以及百姓的反对,把皇位传给李氏家族。 当时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,都在后面议论纷纷,顾全大局的武则天并没有受到这个影响,他深知如果把皇位传给了家里人也是那种名不正言不顺的,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很有可能悔之一代,所以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,所以才会把皇位传给李氏家族。 这样太平盛世,才能继续延续下去,网友评论,武则天是乱赢不乱赠,人民能够满居乐业,慈禧是乱赠不乱赠,把国家搞到鸡肉鸡瓶,相比之下,还是喜欢武则天,武则天还是不错的,起码他把国家看得重要。 所以传闻李信,如果是慈禧就是典型小女人,为了吃喝玩乐,把国家搞得一团糟,这就是与慈禧的区别,因为他是个政治家,而慈禧是自私自利的阴谋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